主席 在座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席首先请秘书长 请陈秘书长 秘书院好 秘书长好 这个今天谈到这个不在即投票 我想我们很多民众 这个好像还不太知道不在即投票 我不知道说现在虽然立法院一直在吵 可是有许多委员私下 在下乡的时候问一下民众 那个赞成不在即的 或者说你这个觉得不在即对你比较方便的 那其实很多人还不懂不在即 所以我不知道说我们行政单位 有没有做过民调 这个不在即在民众 不在即投票在民众的这个认知当中 到底接受度 还有民众赞成的情况怎么样 报告虚伟有关这个推动不在即投票 恐怕现在都还是在演绎的一个阶段 那么我们还没有进行这个对于 这个内政部有做过民调但是我想这个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那个民调 是不是请内政部来做一个说明 好 好那请萧次长 谢谢委员关心 那我们所做的民调在今年的3月8号到3月11号所做的民调就是有7成6的民众赞成政府推动不在即投票 7成6 有8成1的民众认为同意不在即投票会提高投票率 那我们也问说如果只针对离岛的部分啊来推动不在即投票啊那民众支持的部分只有3成多了 那当然也有委员建议说是针对离岛的部分先推动那这部分支持的部分只有3成多 所以一般来讲如果全面性的推动不在即投票啊支持率大概有7成多 好那不好意思那不安这样请秘书长先回座好我这个部分来请教肖次长好 那本期想请教这个江院长他之前在担任内政部长的时候2010年他在内政部举行年终记者会的时候也有提到要研议不在即投票哈 而且以国内的移转投票为原则而且那时候是说希望能够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实施啊那后来却没有实施这原因是什么 是当时是因为立法委员跟总统合并嫌疾所以他的选务的工作的复杂度增加了所以当时就站稳推动哦那可是现在我们几乎 对对对对刚刚陈秘书长也提到希望是有减入凡现在已经没有单一选票了 现在不是二合一就是五就七合一了是是是 所以那这样我们不在即投票的实施是不是是不是就是就这个总统大选跟立委选举优先来办理 对目前规划的方向就是或者是像公投这样的 对总统大选然后或者是立委选举以及公民投票的公民投票是 是好那接着本席想请教哦呃我们不在即投票的这个费用有没有评估过 这个可能要中协会中协会 中协会 是是是是 啊报告委员是我们这一次评估大概是七亿八千零几万这样谢谢 七亿八千万 嗯 七亿八千万你是以以转投票 单独公投 对单独公投 然后他他这种不在即的方式就是以转投票的方式嘛 嗯那个是定位 哎 不在即投票是以转投票 哎 我们目前还没有 针对不在即投票 我们还没有计算 所以光是等于说不在一次的选举 一次的选举 然后我们现在假设是以转投票这种的不在即的话 那我们还有事先的作业嘛对不对 你要民众提出来我们这个呃 首先你投票人的申请 这个也是一个作业 没错 然后再来受理与查核 对 那还有投票权人名册整个编照嘛 对 那这个受理与查核 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系统 或者是我们这样 这从来没做过 那到底有有什么 有没有什么困难之处 或者是因为不在即投票 如果他让民众等于说觉得有疑虑 那个不管是公投也好 大选也好 那个投票结果会造成社会上非常大的一种震荡 或者是这个大家的争议 所以我们事先的受理与查核是非常非常重要 没有错 就有 有点劣势那个 海外侨民回国来投票之前的审核 还是要我们各地互证事务所要费心费力来做 不过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太笼统了 因为本身就想到 你这个第一个互证系统 你的这种资这个资料库系统 是不是当然现在全国连线 可是你整个的查核方式 不要造成某些 可能某些有心人士 他可能如果我们查核的不好 他一票多头 这个只要有这种情况 那不可能 这不可能 所以那我想请教 我们从投票人的申请到受理查核 到投票全人名册编造 这个预估要多久时间 有没有预估过 因为不在籍已经在讨论了 而且之前这个江院长担任部长的时候 有都在提 这个我们是不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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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政部来做政策确定 如果是移转的方式 那我们初步想说 那个程序上要先申请 那申请时间当然 看政策规划是怎么样的 是给民众是 30天40天或者两个月 那我们大概查的时间 大概也需要一二十天 然后 查核一二十天就可以确认 因为我们在申请期间也可以做查核 所以这个时间大概 如果说申请期间是内政部 上市总统选举的方式规划如果是两个月 然后加上查核如果说二十天 那之后就造册的部分就跟 因为就 就跟一般选举一样 跟一般一样 就先进门车里一起来公告阅览 那选票认试就在移转的投票手一起来认试 是 前面的程序而已 那 所以 所以针对这一次核四公投 如果六月份 我们这个 立法院 这里 提案 假设出了我们院会 那 是不是 十二月我们的 如果要不再集票 是 可以 来得及 而且可以 因为是第一次嘛 可以很完善的来进行 请问你张主委 只要是提案送到行政院交给我们来办理的话 本来就是公投的提案我们就是一个月到六个月之内我们要办理 如果公投要移转投票这个案子也确定了的话 那大概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三个月内可以帮你 所以也是在 所以只要在三个月内都都可以来得及带你就 是 好 好 谢谢 好 谢谢 那不好意思都请回座 我请陈秘书长 秘书长 现在外界似乎有一个错误的误解 好像认为这个核四公投案是行政部门委托立法院办理 这点我想是不是请您在这里稍微澄清一下 行政院目前是按照立法院通过的预算在执行既定的政策 所以现在有一些要求庭建核四 这不是行政院的政策 所以这个公投 院长在很多的场合也说明 我们是勇于面对这样的公投 但是不是由行政院来提出要公投 因为这个是很清楚的 将来如果有公投案 也是这个由立法院委员来提案 经过同意以后来产生 是好 那再来就是我现在公投的门槛 不知道行政院这边的立场跟态度是如何 行政院对于公投的这个立场 这个门槛 我们还是觉得应该维持现在现行的规定 因为公投毕竟是补待遇政治的不足 它而且都是属于重大的政策决定的一种复决 所以我们觉得它的门槛不宜降低 好 谢谢 谢谢律师长 那本席的咨询到这边 谢谢